新闻百宝箱 这样一个专题式的报道里面 也就是在15号 也就是台湾解研 一定要届满30周年 解研的意义 我们会有礼拜五的时间 要来跟大家做更多的探讨 不过我们今天 要先利用节目时间 跟大家介绍 解研30周年了 这30周年的活动时间里面 台湾到底历经了哪些成长 民进党最近规划了 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他们打算从音乐的部分 从影像的部分 来看一看这相关的进步 到底有哪些 特别高兴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 民进党媒体创意中心的主任 杨缅英 请杨主任跟大家来介绍 相关的内容 主任你早 主任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谢谢主任 一早来上我们的节目 好这个谢谢你 那么好我们这样来看 30周年对于一个人来讲 他真的已经 就算他当年是从那个时候诞生的好了 那么他现在也已经30岁 算是成年人 30年很不容易啊 那么这30年来 我们今年规划了这个 这个3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里面 有哪些重要的内容 我想先请主任 跟我们的听众介绍 是 我就先从解言30 这一个题目来讲起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一直在思考 就是说 其实我们 想必可以知道 当初一定是有解年10周年 解言20 解言20 那个时候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解言30 它的意义又是什么 是 那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到今年的7月15号 解言是1987年7月15号嘛 那到今年的7月15号 我们估计大约有 775到716万人 是从出生之后 就没有呼吸过一口戒言的空气 也就是说 在台湾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版图 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没有经历过戒言 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的 对 然后其中最老的 就是近30岁这一群人 也刚就是出社会 然后开始面临一些 生活中的一些拼搏 那所以 其实在解言30周年 我们觉得它的意义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三分之一的 没有经历过戒言的这一些人 怎么了解 这一段台湾过去的历史 那反过来说 这一些有经历过 那个高压的 政治上是高压的这一个台湾 那又如何了解 现在的这些 30岁以下的这些人 如何看待未来 那因此我们有了 影像展跟音乐节 透过不同的媒介 来希望在这个系列活动当中 促成一种 世代之间的对话 这样子 这个活动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呢 这个活动会在 7月14号到16号 在台中文创园区 就是以前酒厂 对 然后会在 分别在里面的国际展演馆 然后以及室外的广场 那我们就有室内跟室外的部分 室内就包含我们的影像展 以及我们的室内舞台 室外就会有我们的室外舞台 那两个舞台就会是我们 从7月15号开始 两天的音乐节 这样子 好 所以进行的方式 其实就是用音乐的展演来 最主要的内容 音乐是 但是影像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里面的影像展 有规划了几个区域 就是让大家随着动线 可以去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 包括戒严时期那个时候 可能什么都进 党进 包进 然后进曲 就是进歌 那其实进歌 为什么我们今年有加入这个音乐节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进歌 以及当代现在的一些独立的音乐 它其实是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扣上的部分 这样子 那所以对进歌 我们也会在影像展中 有一些历史的回顾 对 包括比方说 每一首歌它是为了什么原因 为了哪一句歌词 被进 对 都是会有一些历史的回顾 就是被进的理由是什么 对 那让大家 那当然除了进歌之外 我们那个时候 比方说党外杂志 然后到519绿色行动 我们有一个519绿色行动专区 那另外就是 在解研以后直选未满的这段时间 它又是呈现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躁动的一个社会氛围 那在一直到解研之后 台湾的民族一路的走来的这个状况 我们大概在这一个影像展 有一个完整的呈现这样子 所以我来帮听众会整一下 所以这整个活动 我们在这三天 14号到16号的活动里面 我们可以借由音乐或影像的 这些元素的呈现 我们先从解研之前 就是30年 如果说30年前这一天是一个关卡 那么在这个关卡之前的解研时期 我们有一个影像跟音乐的资料的呈现 然后从那天开始算起 这30年来 我们还有一路成长的轨迹可以看 没错 也就是说在这个解研的30年 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这个30世代 然后以及这个有经历过那一段 戒研时期的这一代 我们这30年来 究竟是怎么一起走过这30年 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影像展跟音乐节会想要提问的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 现场为您邀请民进党媒体创意中心的主任杨缅英 请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解说 14号到16号 我们会有这样的活动 就在台中的这个文创园区要举行 欢迎大家一块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大家一定要过去看一看 好不好 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 先从音乐的部分来讲 刚刚主任你提到了 这些歌曲当年背景啊 有很多很多特殊的原因 某一些歌词 我可不可以先请主任 帮我回顾一两首歌就好 好不好 有什么样的歌曲啊 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自己也有一些歌曲 为什么呢 我简单讲一下 30年 我正好那一年大学毕业 就在6月份毕业之后 7月1号 7月15号开始就解研了 但是在此之前啊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去民歌西餐厅唱歌 那这个听众啊 这个观众的点歌 我们必须每一首都要唱 对不对 可是呢 有一些歌啊 我唱完以后才发现 我的老板提醒我 这歌不能唱 不能唱 因为这是静歌啊 我举一首歌的例子 当年叶家修在民歌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 那个歌当年是静歌啊 对 其实静歌很有趣 它的比方说它是适用于什么样的方法被禁 然后单位是哪一个单位 又或者是说它被禁到什么程度 比方说它到底是被禁止发行 还是说它发行了但是被禁止公开演唱 它其实是有蛮多不一样的状况 那可以总的来讲 其实我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更大部分的静歌相对于其他来说 其实它被禁的原因并不直接跟政治相关 比方说那个时候讲热情的沙漠 那个啊 对又或者是我提另外一首 是这个我待会会讲到就是我们有一个争团活动 那总之他们这一次会翻唱 是一个年轻团他们来翻唱的静歌 那他们翻唱的选择很有趣 是那个当初水晶唱片出的赵一豪的那个 把我自己掏出来 这首歌很有意思就是 那它在这个曲名上面 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相对大胆嘛 然后因此有在审查的制度上就就就就受到受到阻碍 那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已经解研了 那个时候是已经解研了 但是解研之后还是因为一个一个一个行政的那个程序 也许还遗留着 然后然后仍然被禁 所以他最后把这首歌改成 把我自己收回来 然后又上去了 所以其实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对于歌曲或者是文化创作品的审查 在也并不只是只属于戒严台湾 它在世界的各地 这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府 威权的政府下面 它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但是同时音乐人或者是其他的文化创作者 也会用一种他们的方式来做一种回击 这样子 没错 待会我们就会提到我们这一次的乐团 是怎么样的来组成这样子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 民进党媒体创意中心主任杨免英阳主任 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介绍 14号到16号在台中的这个文创园区 有这样一个活动 请大家呢 也许你可以在这三天的时间就到台中市 来个小旅行 花多一点时间在这个节目时间里面 跟大家呢 一块来回顾 30年前 如果以那一天7月15号为分水岭的话 那么在之前 还有在之后 解岩 之前 也就是所谓的戒岩时期 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如今来看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那个时候来看 也许它都有存在的必要 或甚至于那是当时一个政治管制的一些氛围 好吧 这个如果说当年说当时是一个不得不然的行为的话 可是 如今看来 一切都要走向进步 一切都要走向开放的时刻 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样思维 去看待过去那个 那个 解岩 戒岩的时期的那个 那个封闭的心态 主任我想继续来请教你 所以在这些戒岩时期的资料的收集 特别是影像的收集 是不是也是很困难 其实那个时候相关的一些 本来就一直都有 有摄影 或者是甚至是动态的 的录影 一直都有 那只是说 他在事后的会证 然后以及他的比方说版权的归属等等 那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的影像展的部分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台北跟高雄 分别在台北跟高雄举办过我们巡回的影像展 那也是一个以回顾历史 然后不要忘记过去的这个 这个精神来举办这个巡回的影像展 那当然今年为什么会在台中很多人问 那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 接下来这个巡回的影像展 能够在各地都能够举办 这样子 那今年是刚好因为戒严 那我们觉得静歌这个元素 其实是非常值得拿出来 不只是弹 甚至是更加的去发挥音乐的一些 就是音乐可以带给人心的一些冲击这样子 会加进音乐这个性质 跟您过去所从事的这些 不管是兴趣也好 行业也好 有关系吗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本身就是在玩音乐的呀 其实这个idea是由我的部门的同仁们 他们所提出来的构想 那我觉得这个构想其实是非常好 然后也是非常可以让大家可以从中 可以感受到一些 不只是我们看课本 戒严时期有什么戒严令这样子 那或者即便是戒严令 我们是不是有在影像展中 有一些其他的呈现方式 让你感受到那个时代下的氛围这样子 所以不全然是说 我也许过去从事的创作 或倒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其实是我们同仁都是非常创意 有想法 那提出了这样的构想 那我觉得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执行出来这样子 刚刚你也特别提到 就是如果用那个 7月当年的7月15号这一天来看 那一看这个解研之后 这30年的历程 那么配合这一次的活动 还有一个争团 但争团的时间已经截止了 争团是希望这些团体 能够有新的 加进新的元素 那可不可以这个部分也请您介绍一下 是这样 就是说音乐节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年轻人之间 你不太去需要特别解释的一个活动了 比方说我上个礼拜去跑了哪一个音乐节 那因此我们虽然当然在主办这一个活动 它是一个相对庄重 然后并且有一些回顾的意涵 但是在呈现的形式上面 我们还是希望让它更贴近这种当代的音乐节的规模 因此我们就有两个舞台 然后分别是室内 我们叫做土尾舞台 土尾 然后在室外 就是自由舞台 对 那两个舞台的状况下 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邀请的一些乐团 那此外 也有一个 也是跟一般音乐节一样的争团 这样子 那只是说跟一般音乐节争团不太一样 是我们有一个 算是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加分体 就是说 一般的音乐节 可能就是各个乐团或音乐乐手 来来投demo来 那我们这边加了一条是说 如果你投的demo呢 会加一首那个 当时的竞歌 或者是解言前后具有时代意义的歌曲 无论是你是用cover 我们叫翻唱 或者是remix 或者是说 其他的二次创作的方式 去跟这些音乐 无论是致敬 或者是债权室 那我们都会给予加权 这样子 对 那这个 这个争团 其实坦白讲 一开始我们是有点忐忑 因为毕竟我们是 政党主办的一个活动 但是现在因为 也还没有在选举的期间嘛 我们可能本来对于 那个来剑是有一点忐忑 但结果最后是 结果是蛮踊跃的 对 我们有将近四十组的音乐团 跟乐手来 来投 投稿这样子 那而且最后我们选出的 九团 全部都是上台会去 会来cover一首 他们当然会有他们自己的歌单 可是他们自己的歌单 无论是看他们是想要穿插 或者是在前 或在之后 都会来 就是表演一首 他们心目中的一些 进歌进去 或者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歌曲 那刚刚讲到的那个 交易好的那个 把我自己掏出来 其实就有一团是选这一首 这样子 对 所以这次我想是别具意义的啦 就是说 解言三十 除了好像没十年 它是一个数字之外 我们也借由三十这个世代 来凸显说 因为这些年轻人 这些团体很多是比较年轻 那由他们的嘴巴来唱出 当年的这个进歌 是别具意义 当然当然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为您邀请到 民进党媒体创意中心的主任杨缅音 请杨主任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月 这个十四号到十六号 就这个礼拜咯 就是这个礼拜 不要忘记 对 五六日 那第一天 礼拜五 这个影像展就已经开始了 那六日两天 我们就会有两个五 分别两个五派 不要忘记 真的不要忘记 我们在台中见 好不好 我们非常谢谢主任来上节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